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新团的直播间 各位YouTube的网友,大家好 那么经历了昨天连续两天的全世界最大的加密的稳定币的崩盘 引发了整个行业的地震 那么昨天的基本上是整个市场一片哀嚎 基本上所有的项目除了及格币的稳定项目 都是大幅度的下跌 而且下跌的非常非常非常惨 可以说市场是一片哀嚎 如果是投资进场的新人 看到此行此景的话 可能觉得人生观有点颠覆了 那么所有的新闻媒体 行业外的所有的财经媒体科技媒体都在报道 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大的Terra Luna 加密文明币项目崩盘 那么市值从之前的400亿美金一路下跌到现在 现在只能说归宁了吧 没有市值可言 然后呢 那么今天昨天晚上有些人还抄了底 早上起来的话在0.07的那个位置抄了底 那么今天早上起来归宁了 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然后有些交易所他还是有交易 但是内部的交易 他的价格跟实际的价格已经脱节了 所以说刚刚的几个小时前 BN也把他的交易队 现货的交易队已经下架了 合约得下架了 也就是说他目前的状态是 有些交易所还在交易的话 有些人还在交易 其实那个价格已经不能反映出市场上的真实价格 因为项目发已经基本上无限增发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现在这种状态 如果你还抄底的话 当然有些交易所 我个人也设下 我是买了一些做纪念币打算 就是以后做空头 做红豆免费送 送的好玩 也有点纪念价值 如果是抱着这点目的的话 你倒是可以买一点 它也很便宜 就没有任何投资属性了 现在纯粹就是纪念币了 那么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朋友 如果你再看回放 我们加密新团的社区的价值观 就是各自家 所以我建议你在上班的时间 看我这个视频 因为我的直播视频会比较长 然后可以看到这些群有的留言 然后我们直播间会分为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的话 我们先回归一下 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过去24小时的一个行情 我们马上开始 OK 首先我们看到OK 今天这个封面的这个主题 然后第二阶段的话 就讲我们今天的主题项目 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聊 还是更新一下aglet 这个跑鞋的这个项目 OK 我们先回顾一下 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的一些情况 关于行情网 那个排名网站的话 我们先主要是用两个 全世界最大一个是 coinmarketcap.com 一个是coingeggle 有点像这个保险公司 那么可能我渐渐的 会开始用coingeggle多一点 因为我发现 coinmarketcap的很多数据 更新的不是特别的及时 然后有它的 有些排名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OK 首先我们看一下核心数据 那么新入场的朋友 一定要关注一下 这个核心数据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过去24小时的一些数据 更新的情况 目前为止 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总值 它的总市值是 13200亿美金 相比要昨天呢 是增长了10%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 非常积极的恢复的状态 反弹的非常有腻 那么过去24小时的交易量 是下降了41% 它的交易的交易金额是 1480亿美金左右 那么稳定币的交易量 已经下降了 昨天是90%几 都是稳定币的交易量 因为昨天就会没有 BB其他的常规的 BB之间的交易嘛 稳定币的交易量是 1300亿美金左右 其中DeFi的交易量是 118亿美金 这个是1300亿美金 OK 此时此刻最重要的 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现在是在 30,696美金左右 它的占比下降了 0.35% 它目前的占比是 44.24% 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出 市场恐慌的情绪 是有所缓解 那么这几个 特别关心的几个项目 等会回重点 我们看一看 过去24小时 一些项目反弹的表现 那么过去24小时的 反弹的涨幅最大的 那么就是我们 币圈现在的顶流项目 StepM 一个靠走路 用走路 用加密货币赋能 提供一些加密货币激励的 走路赚钱的 一个这样的项目 那么昨天我也讲了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项目 我不希望它用这种方式收场 它也许终究会消亡 但是我不希望 这样好的项目 是因为被这种LUNA 这种把整个大盘带崩的情况下 把这个项目给带崩 我觉得它也不会 虽然它 这几天投票 它发展到中期 有人觉得发展到中往期了 但是就算迟早有天羡慕 希望不是这种方式羡慕 那么今天它证明了自己 经过了市场的洗礼 它活下来了 而且反弹的非常有力 那么它的社区的信心 也恢复了不少 那么涨幅第二的话 是这个GALA 这个Project Galaxy 刚刚上BN的这个项目 达了百分之二十二零五 对不对 但是你点这个玩意儿 二十二零五的话 你看就发生问题 我之前刷出来的话 它有些时候 它的数据更新 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或者说不是很及时 再就是一些 那个市值的数据 不是很 不是很及时 然后 Polygon 有一个新闻 大家关注一下 大概是前天吧 前天的时候 那个Polygon 是宣布和那个Meta 也就是之前的Facebook 我达成了合作嘛 其实这是一个巨大利好 但是可能被淹没在那边 淹没在昨天这几天的消息里面 没有人去关注它 所以说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Maker 这个稳定币项目呢 也表现得非常不错 目前大家的信息恢复了一些嘛 然后还是关于这个 稳定币的这一块 出了这次事情之后 这几天我命运在揣测 对整个行业有什么影响 会打击 对全世界 对各国家的政府也好 对稳定币的监管的一些 可能会加深监管 但是这些主流国家的 最有影响力的这些机构 和个人对稳定币的发展 怎么看呢 那我们看看大佬怎么说 那么最关键的 这个耶伦 他发表了一个讲话 我觉得他核心说的话 政府的角色是应该是 有责任的去促进 对他怎么美国人 保护国家利益等等等的 促进那个创新和发展 然后他说的话 其实过去这些创新的话 他还是坚信 就是说这些创新 这种实用主义 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不能因为 要基本上是看待一个新生事物 不能因为他犯了一个错 或者是在某个阶段 表现得不好 就否定整个创新 所以说 我觉得目前各国家政府的话 对稳定币的态度 而且还是说 还是能够容忍的 你可以出错 并不会因此而否定 整个加密货币行业 或者说整个稳定币这样 数字 那个加密稳定币 这样一个赛道 并没有去完完全去否认它 虽然说新闻美丽上 把这东西渲染的非常可怕 但是我觉得 这些监管者 其实应该还是会有 会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 然后今天的新闻 还有一个新闻就是 前两天不是 澳大利亚的 现货的ETF上线了吗 是三只现货的ETF 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坊 但是当天的交易 只有100多美金 因为市场极度恐惧 然后今天就看到新闻的话 就明显的交易额 通过各种方式 马上是从加拿大去购买那种 它那个份额的方式 大概是这样一个新闻 它的明显交易量就会是有增长的 关于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如果引用的那个比特币 现货ETF的话 它这个市场产生的效益 会有个累积的过程 之前加拿大的ETF通过的时候 它也是累积了一段时间 才交易额才上来 然后才带动了行情 所以说澳大利亚的现货ETF 怎么看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因为澳大利亚的经济体 还是有足够大的 它的经济体 它的经济力量 还是能够大到 能够影响加密货币的 毕竟它是一个发达国家 它的资金体量 然后这些国家的人 肯定是对加密货币的基金 肯定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它的产生的效益 会逐渐的去释放 这是肯定的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一些还是整个 今天全是在讨论Luna 然后关于还是你可能想问一下 到底还抢不抢救 然后我也看到一些新闻 一些大的机构 说是说要跟他谈判 要把他接过来 类似于要做一些破产重组之类的 关于这种新闻的话 我觉得你看一看就好了 因为这些大的机构 可能迸出一个不知名的 什么机构啊 什么基金啊 我的理解 从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讲 可能大部分还是想撑破热度 因为这个行业 是忠实着大量的虚假宣传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行业 你会经常发现 谁是谁宣布 我那个融了多少钱 投多少钱 然后这就是我要大家 格外小心的一点 就是以后看到什么什么项目 部署了什么什么基金 一亿美金的基金 一定要留个信念 不要他说什么 有信什么 基本上来讲 如果不是那种头部的 门户网站 CoinTelegraph 或CoinDesk 官宣的 给他头版头条的 去宣发的新闻 其他的 特别是中文社区 一些什么小媒体 那种莫名其妙交易所 什么战略融资 投了个什么项目 后面跟了十几个机构 什么个人 像这种新闻 看一看就好了 你看见他打钱了吗 对不对 而且有些交易所 他运作方式就是灰色地带 他走的公司的账 还是走的币 对不对 被投那个项目 有公司主体吗 如果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一篇新闻稿 就开 这叫开图 开局一张图 剩下全靠编 本质是一样的 然后特别是那些新闻来源 是什么那种小媒体 就发了个快讯什么的 基本上你笑一笑就可以了 不用当真的 那种东西成本太低了 我现在也可以写一条 我今天开玩笑说 我们可以宣传播 加密新团 到社区 为了拯救Terra Luna 决定出手相助 我们社区几百位大佬 年手 年手出资 十几 十几美金的比特币 决定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 反正如果你法律意识淡宝 你也可以这么干 反正是胡说八道 他也没有哪个监管机构 跳出来说去查你 你到底有没有 所以这种 这个行业这种 特别是关于钱的事情 说他 募资多少 他拿多少钱 我就说某个大佬 说他花多少钱买个NFT 或说他组织了一个社区 要赤资五十亿美金 要去做 看看就好了 好吧 看看就好了 除非这个新闻 它是那种很权威的财经媒体 发出来的 因为这种大的媒体 发这种稿子 他还是会验证一下的 虽然我不能保证 他百分之百 不会内部搞些 莫名其妙的东西 但是至少 如果是小媒体的话 基本上不用去相信 他们说这些东西 好吧 这个就一定要注意辨别信息 OK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和行情 回顾完了 然后的话 今天的项目环节 我现在增加了一些东西 就是我先强调 你在我们那个discourse社区 对不对 你发私信回我 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遇到什么问题 你需要解惑的 我可以帮着你分析一下 特别是项目相关的 或者你自身的处境 我收到一些网友 他就是给我讲他情况 特别是想了解项目 然后发给我 发给我了之后的话 如果那个项目 不是特别荒唐那种 我就可能把它 跟那个网友解释一下 什么什么情况 但是如果是那个项目 虽然不是很OK 但是可能有某一个点是OK的 我会把它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的话也算是 更完整的 去给那个私信我的网友 私信我的群 有一个更好的回复 因为在discourse里 私信我打字的话 有时候讲的 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今天有两个项目 我会回应一下 一个是这个 HiveMapper 一个那个discourse 要是那个群友 群友给我发的 它是一个采集那个交通数据 然后用了crypto去做经历的 还有一个项目也是 我们群友发给我的 是做原宇宙社交的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 跟他简单说了一下 那我今天也做个线上 简单的调研 回复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昨天搜集到 大家搜集就是说 如果你看我频道 看回方的时候 看到一些广告 你告诉我一下广告名字叫什么 我想知道到底是谁 特别是加密货币这块项目 到底是谁在投我的广告 我今天找到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项目 这个项目比较有意思 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讲 好吧 OK 我们先回顾 更新一下这个aglet aglet这个项目的话 最近我们群里面 有很多人在玩这个 然后今天有个群友 就是可能走到比较前面的 他完成了五万步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这个游戏玩法是 你起步的话 就会送鞋嘛 然后你每完成一个 你成备就走 大概是 比如说是 第一个一千步 两千五百步 五千步 一千步 一千五 一万五千步 大概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每一个阶段你完成 就会送你一双鞋子 鞋子会有不同的等级 对应等级产生不同的收益 就这样子 然后今天 今天那个群友分享 那个就是 如果你完成了五万步 我还没有完成 完成了五万步的话 他这次送的鞋子不一样 他送的那个鞋子 是可以直接显示 那个价格是一百多个 那个金色的币买的 也就是说要充值 才能买的那种鞋 我在想 他是不是采用一种 比较那种 就是渐进式的 就是说可能是 普通的紫色的币的鞋 然后慢慢慢慢 你可以累积金色币的鞋 然后金色的币鞋 就可以卖金色的币嘛 大家知道 他的NFT就是用 那个金色的币去 去卖的 所以说他设计了 这样一套机制 因为现在项目方 具体他的 那个crypto的通证机理的 代币机理的体系 还没有解释很清楚嘛 他只是搞了一个路线图 这是一个信息 大家可以抓紧去走步 然后我今天 去外面走的时候 开宝箱 大家要记得 开地图上的宝箱 开地图上的宝箱的话 除了有可以讲 这个紫色币以外 还可以开到鞋 我今天就开到了一双鞋 然后看一下他官方的更新的一些东西 然后应该是很快吧 应该没办法计算 大概可能是还过一天 或者十几个小时 或者今天晚上吧 凌晨 他的那个商链就会开始 就是drop DP的 那个NFT的鞋 然后 大家要注意啊 他的 实际上是这个 BAPDROP 5月14号 会有一波鞋 NFT鞋 他是直接在商店里面 在那个 在你的那个APP里面 会有个NFT 大家应该看得到吧 在那个 在那个店铺里面 那个shop shop出了sneaker 旁边会有个NFT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到时候会直接在里面 用内构充值的方式 内构充值的方式的话 那你如果是在日本 应该是 你就直接可以连上你的银行卡 可以充值 或者是说 那个Google Play的 那个点卡 或者是苹果IOS的点卡 这些都是可以充值的 就跟常规的 你的手机的APP 充值的方式 差不多的 具体的话 你看你所在的地方 是怎么样去弄 一般在7-11 都是有那种卡 可以买的 然后这里有个很有意思 因为之前有网友 遇到就是问我嘛 他说这里面的鞋 是不是都授权的 就是这个 我大概估计 我觉得很高的概率 应该是授权的 因为这个APP 已经上线一年了 像他是 官方宣称的是 直接和Adidas 他是有授权的嘛 很多鞋都是 Adidas旗下的 一些经典的款式 然后5月18号 他会有个YESI 这个潮牌的 这个NFT鞋 这个阶段的话 我觉得已经有人问了 对这个 如果是有这个系列的话 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说这个的话 所以这个项目 后期的发展会非常好 他已经在日本的 IOS登顶了嘛 然后他官方宣 官宣的是 注册的用户 已经达到了 80万的注册用户 叫70万 对 5月12号的 OK 他更新的下 已经到80万了 这个海报都没有来得及改 也就是现在官宣的 他的注册用户 已经达到了80万 所以说做一个APP的话 他的增长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然后他后续的一些玩法 我也比较看好 这个项目的发展 因为这个项目采用了一套 比较巧妙的方式 我们今天再快速的回顾一下 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的 就是说你可能好像很好奇 他又不发币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找到一些投资机会呢 会等等等等等 我首先说一下这样的好说和坏说 首先说一下 如果他上来没有币 没有置你代币 也没有游戏内的代币 不是在链上跑那种币 也没有上 短期之内不上交易所的话 那势必可能有些人觉得短期之内 也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 就是个游戏 就是虚拟道具在那跑 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所以说第一个情况是 他会有NFT 我们知道NFT 中究的话 他是可以到第三方平台去卖的 也就是说你这时候 通过内购20刀买的NFT 那我们会有个预期 对不对 那么究竟这个预期是多少 你可以通过你对这个行业了解 这个APP的热度去判断 如果这个是9.99到的 这个鞋你抢到了 在后期玩玩玩 然后其实可以上OpenSea卖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预期 对不对 然后按照他的规划的话 他的到时候会开通那个加密货币 Crypto的直接购买 他这里在Q3的话 Buy with Crypto 他这里就是到时会提供 就因为他现在等于是 其实没有跟区块链直接进行交互 他这个APP 他等于是没有钱包 也没有这些东西 就本质上是个单机的东西 他只是说会开始发行NFT了 因为在这个阶段 他不希望把钱包这套搞得太复杂 他基本上是保姆式的包办了 用户不需要去了解什么保管钱包 注意此他官方发过视频讲过这个问题 他担心就是不懂这个行业 他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说就用这种方式先包办了 然后这个阶段的话到Q3的话 就可以支持USDC和ETH 在他的aglet shop里面 那个市场里面直接去买 那么这个时候肯定就会链接钱包了 对不对 肯定是要调用钱包的 到时候去看ETH和USDC 那么所以说 第一批支持的 那个Crypto就是ERC20的代币 主要是USDC和ETH 然后到Q4的时候的话 会深度合作一个 Immutable X 大家知道IMX IMX就是之前腾讯的 他旗下的资本投了这项目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项目 Agglet NFT can be purchased and sold on Immutable X marketplaces 会登陆第三方的NFT的市场 也就是到那个Immutable上面 然后这里强调还有一个Layer 1 Layer 1的那个市场 然后他会在那个Layer 1 这里就开始登陆更多 像OpenSea、Luke Street和ETC 然后这里强调了 这里一个backpack 你可以整合钱包 然后across multiple blockchains to be managed in single game space 也就是说他 他说的game space 应该是在一个应用里面 可以管理多个链上的钱包 会做一个跨链钱包的整合 然后后面就是一些活动 也就是说 关于如何用加密货币赋能这项目 这项目方式有很清晰的规划的 然后我刚刚说的缺点 缺点呗 缺点就早期 你可能没有很多人资金牛肉 就因为你不能直接去投资这个项目 你只能说通过内购的方式买鞋 可能那个鞋的数量非常少 你得去抢 那剩下的唯一的方式 那你就是多参与这个项目了 看能不能多我们的行业数量 多撸一些鞋 多撸一些币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期待后面一个预期 它本质上还是偏向一个零撸的项目 那我再说一下它的好处 说一下好处 大家这一次也看到了 就是moved earn游戏类的 像step in这种有实际商业应用场景的应用 在面对整个行情崩盘的时候 它的恢复能力和抗跌能力是相对比较强的 因为它的投机性 它本身并不是说像纯粹投机的属性占百分之百 它本身 我受到很多反馈 很多人用了这些moved earn 特别step in之后 它改变了它的生活方式 它更愿意走出去了 更愿意交流了 那作为一个应用 作为一个科技 我觉得这非常好 它就是给你带来了价值 所以说一个给人带来价值的东西的话 天然就是有抗周期的能力的 也就是我就之前讲过嘛 就是08年到现在 对于苹果公司来说 它根本就不在乎外面的宏观经验 那么我觉得这个行业 如果这些项目想做大做强 它一定要能够走入千家万户 面对C端 能够让大家用起来 让大家觉得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价值 基于这个 然后本身要有造型的能力 能够让一部分人去消费去充值 它本身就有充值的通道 它靠着这个充值的功能 它一年前就上线了嘛 也运作的很好 这个项目也活得很好 那么最后的生态的话 它的组成部分就不会像step in这样 step in现在的 它虽然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但是币圈 就是加密行 就是加密行业的投机 投资者的浓度太高了 它没有常规的用户 一个健康的app的话 最终可能形成的就是 可能这个项目的 大量的牛的资金 是常规的消费者 那些常规的消费者 它进来纯粹只是因为 它喜欢某个现样款的鞋 它只是为了进来买那个NWD 去买它 因为它前面它会做线下的鞋嘛 它有些用户是纯粹过来消费的 这个很重要 它不是来打金 它也不是来投资投机的 它是来消费的 这个非常重要 你去看所有的加密货币项目 有没有这样的角色 游戏也好 你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这种人 常规用户 就是我下的这个app 我就是喜欢玩这个app 我喜欢在里面消费 我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鞋 我喜欢走路跑步 去开箱子 好玩 我充钱 我没指望赚钱 这样的人的比例达到一个40%50%的之后 那么其他为了围绕这个生态 帮他服务的人 提供更好流动性的人 然后在中间产生一些套逆的空间 或者说你参与一些服务性的行为 或者说你参与一些投资投机的行为 那你作为一个加密货币的爱好者 你在这里面更容易找到机会 因为这就不会是一个凝合的博弈了 它是一个消费市场 然后你作为加密货币爱好者 你进来的话 是提供了一种金融服务 这样的话这个生态才会更健全 如果一个生态里面全是投资的人 投机的人 那谁是消费者呢 那最后只能变成凝合游戏 你们和对其他的玩家在博弈了 看谁先跑得快 那如果这个游戏 如果想良性的发展下去的话 我觉得它要能够不断的吸引 常规的用户进来去玩这个游戏 去消费这游戏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逐渐的引用加密货币的一些负能 逐渐给它负能 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 如果中间入到什么大的行情波动 它这个是直接内过的方式 也就是说它自己没有代币的情况下 如果行情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说它是隔离的非常好的 它就 如果比如说step in 你的波动性 受Solana的影响非常大 如果Solana SOLO的价格 有剧烈的波动 那你整个生态里的NFT 所有东西都会剧烈的波动 但是这个鞋的NFT 是直接通过法币购买的 那你除非你 你使用那个法币发生剧烈的波动 不然的话 你购买的NFT的这个价格 它的一个二级市场的流通价格 它不会发生很大的波动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 而且这也是一种新的模式 我们要看一看这种新的模式 在它的前辈 step in的基础之下 加入这些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细节 更好的设计 更强的IP 它能不能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 让我们拭目以待 OK 这是关于aglet我要讲的 然后我们进入一下 然后其他还有两个分享的项目 对具体时间在群里面交流一下 因为博主可能不会 就是刻意去关注每个项目 某个细节到底极点强 可能大家去群友相互交流 就可以 因为有一个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我分享这个项目 你们不要天然的觉得 我会参与所有的项目 就是我的动机 是我是制作内容 视频内容创作者 我总得讲点东西 但是不代表我全部都要参加 对不对 我没有这个经历 我也没有这么多资金 这也不符合我的投资逻辑 所以说我并不见得会 亲身去参与每一个项目 这个我要澄清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 我再给每个项目去喊担忍什么的 就我这些东西 我投不过来 我也没那么时间去参与 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那个社群 分享的项目 就简单讲一下 首先这个是HiveMapper HiveMapper的话 它是强调用个传感去采集一些地图数据 大概是像在你开车的时候 然后做一个挖矿的行为 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项目方 做过这种事情了 关于这个的话 它有个Dashcam 那么关于车载硬件去Drive Drive to earn 之前讲开车机挖矿 这样种行为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困难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行业 当然需要有人去探索 在这个行业 用智能硬件 然后用加密去赋能的项目 我最大的担忧是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先例做起来的 我之前有参与 我现在一个硬件去买这样一个硬件 这样的话是不利于你初期的用户增长了 你的硬件如果没有经过大规模测试 就会有巨多的bug 对你公司的硬件研发能力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所以说还且不说地图数据采集 在不同的国家会不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 当然这个方向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只是担心这个项目方 它切入这个赛道难度稍微有点大 但是项目方的成业各方面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APP也上线了那个应用商店 应该是以前一个传统做传感器的 然后现在应该是想用加密后比给它赋能 我觉得这个速度非常好 但是后面看这个项目能不能做起来的话 我就觉得它做的事情稍微还是有点太难了 主要是主要是这个 我对它主要是这个担忧 倒不是说其他的担忧 就是这个项目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个阶段 而且它不大符合我的投资逻辑 可能这种项目它出结果也会比较久 它可能要发展的比较久 这是今天这个HiveMapper 然后再就是这个O2Meta.io 然后是从我进来的时候 其实它的网站正常还做了一个简单的demo 是一个三维的空间 然后里面类似一个画廊 画廊可能是不同的一个对应的元宇宙 做一个社交的空间 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 必然会是这个形态 然后主要是这个项目方 我看到它的实际官网 团队一些信息的时候 它做了这个 因为是做社交领域嘛 然后其实这个项目方的诚意是够的 它做了很多心思 它这些东西就是感觉还是想的 它实实在的去想 是想去好好做 把它做这个东西 只不过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做社交这一块的话 如果因为社交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嘛 社交的话你需要有流量 那前期的话如果没有资本 而且团队也是有真人出境 然后也不是一个藏头藏尾的 是我觉得这项目至少是一个初创公司 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东西 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是做社交这个领域的话 又是元宇宙这些热门的 然后会主打ARVR的话 对于一个小的初创公司来说 这东西有点太大了 不大适合小公司 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也不可能 不可能说有很厉害的某一个核心技术爆发 然后赚很多钱摸到一大笔钱 如果没有资本的助力的话 在这个阶段你开发任何你说的产品 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团队能够承受的 主要主要是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项目方也没有披露足够多的信息 告诉我它有对应的资源 主要是这个问题 但是能够看到很多就是从业者 不藏头藏尾了 就是把自己照片放出来 大大方告诉你我要做这项目 这样的小团我觉得多一点还是挺好的 就是我这种我就觉得看看资本 希望那些大的资本多鼓励一下这种小型创业团队 给他们点机会 说不定这些小公司就跑出来了 因为并不是说你投的钱多 就一定会成 就比如说最近Coinbase的财报 他花光了4.5亿美金 然后看财报分析的人就总结了一句话 反正就是钱莫名其妙的花了 就做了一个NFT Marketplace给你 你觉得那个东西值4.5亿吗 其实一些大的平台资本给他很多钱 那帮人拿着钱 其实对吧 你也不知道他把那钱怎么花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资源分配问题 我觉得你说你给4.5亿给 让给Coinbase去烧 那你给4000 那我觉得还不如给4500亿美金给这个团体 还靠谱一点 因为那4.5亿给Coinbase 你鬼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给了一个NFT Marketplace给你 但是我觉得如果450亿美金 或者4700亿美金 分散很多次给这种小团队 说不定能造出比Coinmarket 比Coinbase造出来的东西好得多的 产品 然后这就是这个 元宇宙社交的这个项目 我们今天讲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从我的那个视频 插播广告来的这个项目 有点意思 它叫ArenaMon 然后我看到这个项目是一个 很极客的项目方 项目方就是他这一个人 就这个老外 就他一个人 他完完整整的介绍了 他这种类似于Pokemon一样的 然后会有很多属性 这项目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 这是很像那种独立开发者游戏 他把他把这些玩法都已经设计的很细致了 知道吧 就比较极客 他是真的这个人很热的游戏 他应该是自己开发的 有配合了这种15种属性 然后各种这种你养的这种宠物会去对战 会告诉你一个胜率 用不同的属性会相生相克嘛 然后还设计 而且这个人是非常懂加密这套玩法的 然后他这里强调了他引力的方式 他就是说他会把OpenSea上这些NFT50%给 直接是做那个生态激励的方式 应该是通过各种方式空投也好 他是有5000个物件嘛 他是说 因为他他自己骑到那个OpenSea 那个NFT转售的时候 不是就是royalty吗 他说了那个收的手续费 他打算怎么用 然后重新会回到这个池子里面 就做这个竞赛 这个tournament 然后他详细的介绍了怎么算这个账 然后按照目前的交易量 然后他收的手续费多少 然后会有多少钱 去进到这个池子里面 去激励这个 就是这种的话 大家看一下 就这就正儿八经是一个怎么讲 是一个优秀的加密的那个创业者 为什么我很不喜欢图狗 图狗项目方的人从来 他们也不懂产品 也不懂加密 也不懂加密 也没有他们也没有诚意去说 你到底具体这东西怎么玩 你又没有想好 对不对 你没有 你没有说去设计一个 到底这个东西项目什么样子 他也不想给你介绍 给个白皮书 就说一些不着调的话 这个人是真人出镜 然后详细的告诉你 我这游戏怎么玩的 我打算怎么赚钱 然后告诉你按照我这么算 然后现在的收益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然后再就是他的产品层面的东西 都已经规划的 设计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他的逻辑就是说 我都已经全部都想好了 然后我就 然后自己可能投了点广告 然后宣传 Roal Map也写的 写的很清楚 这个人是 这个人完全是非常懂这个行业的 Roal Map写的有点太细致了 因为基本上是相当于 他自己的工作流的一个流程了 全部都想到了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 到底是在哪个阶段 OK 他很多是 4月份是 1万个NFT 然后3D建模的完成了 他花了勾 然后到那个 我看一下 现在是5月份 OK 我到5月份了 今年到5月份了 就是公开销售 然后launch的 第一个official tournament 就是他那个比赛 让你们去比赛 然后类似于一个竞赛 大家去赢这个奖励一样的 然后完成一个transfer to ETH 到奖励就是完成第一笔奖金的发放 然后5月份到现在 coming soon 然后改善的 OK 然后这个项目方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看了他的社交媒体 这样啊 项目方这个人的话 是非常懂社交媒体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可能是个小团体 然后有他们有自己的研发人员 或者说可能就是几个很硬核的人 就是会搞设计啊 会做动画 然后会做游戏 然后这个创始人可能特别擅长去公共场合 去讲话 去宣传 然后这是他的YouTube 然后他YouTube已经做 看一下做了多久了 呃 是三个月前的 然后就发了很多视频 然后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加密很硬核的人啊 肯定是参与了很多项目的 他就花了很多心思想 我就得搞一个新的玩法 然后让这项目活起来 大概这样就是这样子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独立游戏的 就是比较硬核的 就是说他的这种项目的缺点的话 就是说可能啊 团队的实力不是那么雄厚 他没有一个很大的团队 然后这里没有资本给他背书 但是他做出东西就很不错啊 就是你不得不欣赏这个人 就是他可能真的是个小团体 然后他也找了那个谷歌广告去投放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他可能会做成一个小而美的游戏 在一个小社去玩 应该 我觉得这个人他做的游戏 他应该赚不少钱的 就只是说会活得很滋润 他也不说 他也不会吹那种 我要做很大 天赋好像也没有 他就这小游戏在那跑 然后可能有一帮人玩 然后他就赚不少钱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博主我就想变成这样的人 对吧 就没有大 没有社会关系 没有资源 没有资本 就是助力我 我就自己开发一个这样东西 这东西我全部自己学 游戏我自己造 对吧 网页我自己做 频道我自己做 社区我自己搭 我就把这东西搞出来 往上面一丢 大家一起玩 然后我就赚点钱 我就觉得就 这就挺好的 所以我还是 我挺羡慕这个人的 这个人 这个人挺强的 而且做了很多东西 这戏家 就是看得出来 就是他是 很有能力的人 我比较羡慕他这种 表现出来的这些技能 做这些东西 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把它做的这么精美 然后再赚点钱 OK 这就今天这个 这个小 这个算是一个小惊喜了 这个不 这项目就是客观评价 他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他没有那么多资源 也没有资本助理他 也没有说很大的团队 然后目前 社会媒体好像也没有很大的热度 但是这个人可能就是 算是比较踏实务实的 就一步一步做呗 反正 然后也没有太多豪言壮语 反正就是个游戏 你觉得好玩 你就玩 就是可能就比较实在吧 这九千多 这种人典型 你看认真做事的 你就是有个特点 反正就九千多个followers 什么买粉刷粉 我不刷 火就火吧 不火就不火 九千多个粉丝 然后你看他转发量 这就是一个真实数据的展现 就是我现在很反感 那种数据造假的项目 我觉得 数据造假的项目 其实就是有点 一个诚信问题 你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你看人家 就告诉你 我就九千多 九千多个粉丝 我没有什么几十万粉 但是你看他的流量 反而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流量 五十多个赞 二十五个转发 有两个人评论 我觉得这个 它就说明 这九千多粉都是 都是真人 都是真的 所以这样 我就比较欣赏 但是只是说 你短期投机的话 它不是太符合 我的投资保险 因为很难想象 它会很爆发 做得很大 只是说 它这个游戏 这个社区 应该会有一批牛牛 就跟它一起在那玩 在那玩 可能玩一段时间 等它有钱了 等这个项目方的人 这个人赚到钱了 他再拿这个钱去付投 看能不能把这项目 做大做强 就这样子 这个项目 就大概是这样子 你们要是喜欢 这种题材的 这种游戏的 你可以去玩一玩 看好不好玩 那时候给大家体验之后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OK OK 这就是今天的 这个我的分享的环节 然后我先看一下 快速的过一下 我们现在的 我们社区的留言 OK 前面的是 对 大家都反映对 Aggle的那个UI 还有是Move to earn 这些赛道 比较看好 OK 球鞋特别好 我靠今天有 然后关于 Aggle的语言版本 这个没办法 他原生的 好像 他 他没有 好像没有在中文 上线 这是一个问题 是在日本的iOS 然后还有 在其他国家版本 我没有看到 到处看一下 看能不能改语言 我觉得 可以跟官方提一下 让他出个中文语言包 然后他的英文按钮 也不多 也不复杂 你就学一下 把单词记一下 记几个单词 你搞加密货币 融入国际社区 基本的常规的英语 还是要掌握的 最好是多汇集门外语 好一点 然后 对 你就应该去玩 Let me speak 学一下 顺便把英语学 Irene 一个人开发 开会成为韩语 我告诉你 就是 NU做很多神级项目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风格的 你知道吧 就是可能 某个国家一个死宅 就是可能在 住在那种 你知道吧 类似于什么欧洲 那种乡镇 美国中部 然后34岁 和他妈住在一起 就是很硬核的人 就喜欢搞游戏 然后每天都是 待在很前沿的社区里面 说不定早期玩家迷 赚了一点钱 然后和他一帮好朋友 在自己的车库里面 搞搞搞搞搞搞搞 然后在小社区里面 小范围跑 然后产品跑得非常完整了 跑得非常流畅了 然后在某个时间几点 直接就爆了 这个逻辑是OK的 因为你在一个几千人社区 如果你把这个游戏 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 不停地改 让大家不停地玩 你几千人觉得 特别好玩 特别带劲 你后面的只是说 把它放大 等着更多人 去发现这个项目 然后好的东西 藏不住的嘛 你那几千人玩了 觉得这东西就是好 他们一分享一发 然后第一波种子用户 直接起来 有个几万十几万 然后他就营收了嘛 营收就非常漂亮 数据非常漂亮 到时候拿这个营收数据 肯定就VC找上门了 再给他投一笔钱 铺天盖里的广告 各个平台宣发 一下就爆起来了 所以爆款 不是莫名其妙蹦出来的 他一定是前面 积累的特别好 大聪明点 对像这种项目 我怀疑 怀疑这网站游戏 是不是就这哥们 一个人弄的 我看他 看他不像预算 他没有团队信息 就他一个人在那讲 而且他讲的不是那种 就是这应该是 他自己的项目 他讲得非常清楚 你们可以去看 YouTube这个人讲 一直在那宣传 他自己的项目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项目 就是他一个人做的 就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他一个人搞的 很多很厉害的项目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白皮书还没写完 白皮书还没写完 还没写呢 反正做了网站 做了很多设计这种东西 这项目很早期 就我到时候 我会关注一下他 我看他游戏到底 玩起来好不好玩 他设计的够不够细腻 就这样 然后他还投了广告 这个人应该是懂营销的 就还知道去搞这些东西 因为投广告又是 反正就是这种人 执行能力超强 你别看就是这么一个壳子 如果是一个人搞的话 工资量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的工作量 然后大家说 江云 云超又说 实际许 对 实在社区年纪很高 对啊 你就有多大能量 做多大事嘛 不要上来说改变行业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小团队 你就做小团队 有几千个用户也挺好 对不对 你几千个用户玩得开心 人家会 自然会充钱嘛 你不去赚到钱了 赚到钱的时候 你再慢慢做大做强就好了 很多人上来就要 一定要搞个PPT 找资本市场 就融几十亿才爽 这都脑子有问题 那些人真的是 对吧 我觉得他没必要 他没必要白皮书 他就 他拍了那么多视频 已经很有诚意了 OK 我们现在进入那个Q&A 那个自由提问 线上调研的环节 那么第一次来 我直播间的朋友 麻烦给我点个赞 订阅一下 如果你看回放 订阅加密新团 一定要记得在上班的时候 利用上班的时间 在你摸鱼的时候 看我的视频 因为我的视频比较长 你可以戴上耳机 把它当做一个podcast去听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获取双倍的收益 让资本家 为你这个时间买单 好不好 一定要我们宣扬这种精神 我们要薅资本家两毛 对不对 让自己用上班的时间 让自己成长 OK 现在是 今天是周末了 周末大家等一下 可能有很多项目 很多活动去参加 因为经历了昨天这一稿 今天其实市场情绪还是 我觉得还是有点沸腾的 大家看到 哇 还是很有韧心的 收割资本 从细节做起 对 收割资本 从 比如我们带新上厕所 对吧 上班牧鱼 带新看加密新团 双倍收益 双倍收益 然后最后还搞个练游 是这样子 你不是有手机吗 以后就是 我觉得以后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一边上班牧鱼的时候 一边在加密新团的社区和大家吹水 同时你耳机还放着YouTube加密新团的视频 这个时候你手机在玩着我们一起选出来的练游 Nice 打一打惊 养养宠物 完美了 这样一套摸鱼的牛程 你就把资本家花钱的那个时间的价值 炸到了极致 对不对 对 我快满一百人了 大家点个赞 然后一起帮我推推牛量 帮我点个赞 然后把我视频看完 上班的时候摸鱼 把我的广告也看完 然后这样的话YouTube给我推更多牛量 因为我的视频很长 所以YouTube默认的插了很多广告 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 看时间看的话 就没所谓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就是 我怀疑就是YouTube可能是这么逻辑 他如果插播很多广告 然后广告大家都看了 这样的话 他就从我这里获取了更多收益 他肯定就更愿意推我的视频 我觉得平台终究是他就想赚钱 就哪个 哪个博主能帮他赚更多钱 他肯定就会推哪个博主 就是自从我 自从我搞直播了以后 我明显感觉 他给我推牛就推的多一些 因为YouTube现在在 很愿意去推这些搞直播的人 他巴布那一天直播12小时 对吧 因为他就想抢占用户的时间 有种 不方便操作 业主没有人叫我 开门 不方便操作 你这种走路走得多了 你就适合这种 如果你的上班性 是经常出去跑的 你就适合这种走路的项目 别人还没有时间出去走 你就应该 比如说你就 比如说你在你的小区 倒是转的人 可能你小区有个 那几个地方 有每天都有三四个 固定开宝箱的点 你就应该把这个利用好 上班的时间出去 假装去 你拜访客户什么 你就顺便把这个宝箱给开了 一样嘛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行业 我觉得以后你 这种加密的这种项目 这种炼油啊 你都能找到一种 都能找到一种 合适于你 摸鱼的方式 对不对 你手机开着后台 带着耳机 把我这个当播客 然后手机后台开着 这个寄步的 然后去走步 你看看这种收益 你把你上班时间 再利用起来 然后有些是 做帮忙是没人拟你的 你就在那个角落 对不对 一台手机在那边 就是去养这种宠物NFT 同时看我的视频 然后同时又开着Discord 在社会和我们吹水 老板来了之后 你就假装工作一下 这样的话 你上班摸鱼的 收益就非常非常高了 这样几年累积下来 你上班时间撸的羊毛 可能就是你的一个 被动收入了 而且是资本家出的钱 OK看一下 我们有些 我们玩前面的不会亏吧 这个您撸的项目 你有什么亏的呢 然后那个NFT 且不说你抢不抢得到啊 就算你抢到了20刀 我看我抢不抢得到 20刀我就 你要是了解这个行业 像这种 现在80万注册的一个项目 他卖NFT 卖20刀一双 你如果对这行业有一点经验 你就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跟白送没什么区别 因为他也不需要铸造成本 因为又不是以太坊 你还额外去 交手 交手续费 什么gas大战 他这个就简单粗暴 就是20刀 20刀你去买 你买得到你就买呗 这东西纯细就是个消费了 然后20刀 那个鞋买了 肯定收益更高 你就走路就好了 那个鞋子 它是统一价格的 他就那游戏里面 就是个道具 就是充值的道具 然后只不过说 他会发一个NFT版本的 关于发的NFT版本 意味着什么 这个可能 你要看一下基础的科普的 你了解一下 那个NFT的概念和意义 好不好 这样 这样你操作一遍 你可能才能了解 再就是 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个 我建议你就谨慎一点 你就看看就好了 你就先不要操作 就是网上一些项目 一些链接 你都不要打开 你也不要凑热闹 因为你不是很熟悉 这样的话 你就可能 因为现在很多 这些行业很多 很多各种黑客 诈骗的特别多 所以说小白的话 你就先不要乱点东西 就先看 遇到问题 你就在社群里面 和群友交流就好了 对 交流你抢20刀 我都笑出来了 真的假的20刀 我只觉得我当你抢 我就当你抢不到 你这样搞 我真的谁抢得到 你20刀 我靠会不会一下 会不会有人挂脚本在那抢 而且他 而且他是有品牌联名的 他后面不是有耶zi吗 我的天 开什么玩笑 我不知道他卖多少钱 那个耶zi的那个 那个NFT 如果是搞个什么 限量的几千双 我的天 你真的不得了 听王 请问 Aggle的NFT用法币 对吧 对 就你直接充那个充值了之后 你就在他商店 到时候他drop的时候 你就直接直接买就好了 这个阶段只能 在这个阶段 你只能用法币 在他的 APP里面去买NFT 他要到下一个阶段 他那个roadmap 到下一个阶段 他的NFT上线 第三方平台了之后 到Q4的时候 这个阶段 你的NFT是不能转出去的 你要到Q3 他才开始支持 而且他的到时候的NFT 只能Q3 只能在他自己的 那个市场里面交易嘛 然后Q3才会开通 USDC和ETH一起的 就是买卖 买卖那个NFT 但是这个时候 你的NFT的话 应该是没有转到链上的 只是他内部的数据库 然后到Q4的话 你才能够转到场外 明白吧 就相当于把你的NFT 锁在这个平台了 如果你是想投资 或者投机的 掏腻了很多种鞋 或者说 在游戏里面念几呀 把那个鞋 各种buff跌得很牛啊 或者说你 各种名堂 搞到现在到Q4的时候 你才是你掏现的阶段 Q4他上了那个 Immutable的那个Marketplace 然后到了OpenSea 这个阶段 他就是熟了嘛 这个阶段 你搞到了鞋 到Q4你丢到OpenSea 那个时候才真正的产生一个 就是公开 透明的场合